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若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您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香港警方本月6号清晨突然进行大搜捕 至少50名民主派人士被捕 规模史无前例 钢经指扣民主派人士在去年所进行的立法会议员民主派初选 已经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此外香港民意研究所总部今天上午也遭到警方上门 同时有多间传媒也同样有钢警出没 综合媒体报导 今天凌晨6点多 香港多位民主派人士纷纷在社群媒体上面 发布港警官处警方人员上门拘捕的消息 到上午9点左右已经有超过50名民主派人士被警方拘捕 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 学者钟廷耀 公民党的杨岳桥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 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朗 梁晃伟以及范国威 吴建伟在其脸书专业发布直播影片 警方取控他去年参与民主派立法院出选 目的在于否决任何政府财政预算案件或是议案 从而迫使行政长官辞职 目的在于达成大耀廷所致的蓝炒香港实部曲计划 而这个举动涉嫌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 报导指出民主派出选在去年7月举行 由香港大学法律随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牵投 共有61万个香港人出来投票 希望透过出选决定该由谁参与立法会选举 目标是争取拿下香港立法院议会至少35个席次 也就是在立法会取得过半数的控制权 不过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最后被当局以疫情为由延期 如今港府却疑似展开大报复大清算的行动 将多名前立法会议员 以及原本准备参加去年立法会选举的人士 统统逮捕 此外香港民意研究所总部 今天上午也遭到警方登门搜捕 明言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 警方要求他协助调查 不过钟建华宣称 去年民主派出选的所有个人资料均已销毁 呼吁香港市民不需要为此忧心 同时多间传媒机构 包括立场新闻、独立媒体、苹果日报 同样有远近上门 正在英国流亡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 随即在脸书表示 香港国安法对于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的打压 已经在提升一个档次 香港人要记住这份仇 任何替国家、国安法辩护或心理的人 都是香港人的敌人 由于本次拘捕规模实无前例 立刻引起各国震惊 根据商业电台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巴克 跟参议员布莱克都已经发表声明 批评中共跟港府 香港瑞典商会主席乌德斌 也将这次拘捕形容为政治镇压 他认为这样会对香港商业活动 构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另外根据中央社 后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今天首度为香港发声 他强调美国总统当时的拜登政府 将与香港人站在一起 对抗北京对香港的民主打压 布林肯在美东时间5号晚间发布推特 表示大规模拘捕犯民主派抗议者的作为 是对那些勇敢为普世权利发声人士的攻击 香港警方今天以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 大规模拘捕超过50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就连目前在监狱服刑的黄之锋家里 也被港警上门翻查 黄之锋恐怕会再因此被夹控三关案件 此外香港多间传媒 例如《立场新闻》 《苹果日报》等也都有港警上门 综合媒体报导 黄之锋脸书小编发文表示 警方今天凌晨已涉嫌违反国安法为由 到黄之锋的住所 搜查将近1.5小时 由于黄之锋目前正在石碧监狱服刑 或许有可能在狱中被港警调查 律师团队们目前正在跟进 如果有消息会再做公布 黄之锋跟前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宴 前副秘书长说停 因为去年一起未经批准集结的活动被起诉 去年12月初被法院判求 其中黄之锋彼时入狱13.5个月 此外除了大量拘捕民主派人士 刚进国安处人员 今天上午也到《立场新闻》 《苹果日报》 香港独立媒体等三家媒体办公室 派发法庭招出令 根据《立场新闻》 今天上午9点多 有4名便衣员警 来到《立场新闻》的办公室 门外逗留超过半个小时 他们表示自己是国安处人员 并且在要求之下展示委认证 派发法庭交出令 由于法庭命令禁止披露相关内容 《立场新闻》在咨询律师意见之前 暂时无法公开更多细节 警方仅表示《立场新闻》 涉及一宗香港国安法案件 要求《立场新闻》总编辑中配权签署 法庭的交出文件令 并且要求在7天之内交出一些资料 不过港警并未提及案件详细情况 仅表示今明两天不会搜捕办公室 港警在中配权签署文件之后离开 也没有搜捕办公室或是带走任何人 《立场新闻》在脸书质疑 民主派人士参与立法会初选 难道就是颠覆国家政权吗 参与投票的60万个香港人 难不成都有罪吗 而除了《立场新闻》之外 《苹果日报》跟独立媒体办公室 同样有刚进出现 香港《苹果》总编辑罗伟光表示 今天上午9点半左右 有三名员进到苹果大楼 放下两份命令文件让同事签收 并没有进入大楼搜捕 管理层与律师商讨处理 罗伟光认为 传媒机构只是报道初选有关的新闻 不可能违反国安法 国安警方今天前往多家媒体 索取资料 只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意图向媒体施压 而独立媒体办公室 同样有五位原警 在9点半左右上门 要求总编辑黄俊邦签述 交出文件令 并且同样要求他们在7天之内 交出相关文件 同样命令独立媒体 禁止披露交出令的内容 香港警方今天上午大规模 拘捕50多人 其中包括大批民主派人士 这些人都是被指控 涉嫌违犯香港国安法旗下 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据了解一名居住在香港的 美籍人权律师也被拘捕 联合早报引述法新社消息 有法界人士表示 何谢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关上益在国安法之下已经被捕 港警消息人士已经证实对 关上益的逮捕以及指控 港媒报导指出 关上益担任参与协调香港民主派 初选的民主动力司库 从香港国安法在去年6月底 正式实行以来 关上益是港警拘捕的 第一位美国公民 根据中央社 何谢伟律师事务所的网站显示 关上益在1997年加入该公司 专场是在医疗故事 以及人身伤害案件 他并身兼亚洲人权委员会主席 跟中国维权律师 关注主理事会的国际事务秘书 报导指出 何谢伟律师事务所已处理 人权案件文明 有人目睹港警进入事务所搜捕 大批员警在何谢伟律师事务所 位于中环南华大厦外面驻守 关上益今天下午2点左右被带走 超过50名跟民主派出选相关的人士 今天被港警拘捕 这件事情也被国际媒体大篇幅报导 根据852邮报 路透社指出 港警这个举动进一步引起大众 对于香港转向威权主义的警觉 而官上益被捕 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文浩正表示 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更加紧绷 有学者指出 这场行动是所有反对派领袖的层面扫荡 目标是想要完全征负香港人 英国卫报形容 今天上午的行动是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最大型的拘捕行动 事前完全没有任何警告 震惊各界 卫报的报导同时表示 可见国际对北京跟香港官员的谴责 以及外交制裁 对香港当局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香港国安法去年6月30号实行之后 就引发一连串的寒蝉效应 此前VBC中文曾经报导过 在香港出版过多本中共政治敏感书籍的 明镜新闻出版社 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 决定结束在香港业务 并且把工作人员撤出香港 身在美国的明镜新闻集团创办人和平 今天接受苹果访问的时候表示 明镜的出版跟杂志业务 已经在去年7月1号之后正式离开香港 将来不会在香港出版任何书籍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有多少员工受到影响 目前香港的存书几乎已经成为纸张 不过他表示在台湾跟美国纽约的出版工作 将会持续下去 未来也会尝试出版电子刊物 同时也会调派员工继续尝试网络制片 和平探言香港国安法的实行 是他决定彻底撤离香港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是一部有建议解释到执行都没有边界的法律 由于香港原有的法律 已经很难对新闻自由起到保护作用 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更无法想象香港会继续拥有新闻出版自由 除非中共撤回这部法律 否则他不看好香港未来的新闻自由 他认为就算有人很勇敢的进行新闻报导 但是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空间委会越来越少 报导指出 1990年代和平已经开始在香港经营出版业务 曾经出版将近千本的书籍以及多本杂志 他表示1997年前后 跟2012年薄熙来事件是业务高峰时期 当时明镜在香港拥有7个出版社出版10本杂志 最多每天出版一本书籍或是杂志 他曾经在1997年受访的时候表示 如果明镜还能在香港 证明香港还有出版自由 如果明镜离开香港人 就说明香港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了 另外和平也提到 数位时代看实体书籍的人越来越少 以及武汉肺炎疫情都是撤离的原因 报导提到2017年5月 和平曾经在苹果日报撰文 以香港世界沉沦最快的城市作为标题 他当时写道 即使中共从战略上面依旧认为 维护一国两制对自身跟香港都是最有利益的 这是对历史承诺违背的传统习惯 对法治人权的藐视心理 强权意识的快速膨胀 使得他们眼中的香港越来越没有了尊重的必要 他还表示香港作为单位的竞争力显得单薄弱小 而中共的妄为摧残着香港的自由价值 甚至危机香港最重要的基础 独立的司法体系 跟进一步骚尽香港的力量 他在该文最后透露出他对香港长期发展的看法 他表示就长期而言 香港没有办法摆脱中国内地的决定性影响 如果中共持续退化 香港最终免不了跟内地一同溃烂 但是如果中共领导人转向 香港可能率先民主化 其实相比两个枝端 香港跟内地更大的可能都是在拉扯之中 私夺之中时好时坏 活得不明亮但也不会全是黑暗 因为这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香港上环信德中心西翼大楼11楼 霍英东集团办公室 昨天下午发现一个保险箱里面 藏了353发子弹 警方接获报完之后 已经将该批子弹减货并且跟进 纵横媒体报导 昨天下午3点左右 霍氏家族成员发现在 霍英东集团办公室一个保险箱里面 藏有一个写有吉祥自研的棕色铁箱 打开之后赫然看见7个铁盒里面 藏有共353发左轮手枪子弹 警方接获货报之后到现场调查 将子弹捡走 子弹来源目前还在调查之中 据了解发现子弹的单位 是洪福利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各董事均为或是家族成员 大律师陆维雄指出 根据香港法律火药以及弹药条例 除非持有牌照 否则管有枪械或是弹药均属违法 若是持有人离世 其后人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刻意隐瞒 或是对有关枪械子弹等不做处理 也同样属于违法 据了解霍英东生前持有枪牌 有枪会会员指出过去持枪牌持有人 是可以在家里面藏有小口径的子弹 以及鸟枪枪弹的 但是规定手枪子弹 绝对不可以在家里面收藏 不过2011年4月公屋枪王梁国赤 在家走火以及被发现家里面藏有大批弹药之后 警方就更改发牌规定 不准允许在家里面藏有子弹 而每年警方查牌的时候也会一律询问有无子弹 不过霍英东在2006年离世是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前 估计警方不会追究相关事件 据导解霍英东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户水上人家 从1950年代开始支持中国内地建设以及发展 香港回归前后更为香港繁荣稳定不遣余力 因此在中港两地备受尊崇 被称为爱国商人 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从此踏上国家领导之路 民间一直盛传他疑似偷运军火起家 不过霍英东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 曾经强调这是谣传绝对不是真的 他坦承1950年代寒战期间 他曾经运送物资到中国内地 不过强调不是走私军火 他解释自己只是依靠房地产致富的 后来涉足澳门赌业发展 霍老生前的好朋友何明斯 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 表示霍老为人谦卑低调 一心一意爱国 2006年10月28号 霍英东跟癌症病魔搏斗昨年之后 中英急性感染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享年83岁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台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